有個心 我想給神用 我想生命發揮 但很多時候卡住其中一個位置就是自我形容 就是覺得自己不能用 我都是做不到的 我做到沒有人喜歡的 時時會用不同的藉口或者懼怕影響了我們 還有很多時候就算 譬如和人聊天 本來有些應該說的話就是不敢說 為什麼呢 因為自我形容低 覺得自己說的話沒什麼價值 或者應該做的事 當應該做的時候不敢做 就是因為自我形容低 其實自我形容是影響整個人的 我自己就打網球了 有時候我不會看多的 看少許的 看精華的網球比賽 我發覺最高的網球手是相差很少的程度 每一次相差是最後那幾分 最後就是大家打到和了 然後一直打到誰贏得兩分 這樣就贏了 而最後贏的一個是否真的比另一個好多呢 未必的 但他們一定有一個堅持的心 一定要繼續用盡一切的努力去打下去 這個一定是有一個堅強的自我形象 而我們最重要是一生人有的什麼呢 是我們的生命 我們一生人有的最重要是我們的生命 我一起宣告 我一生人有的最重要是我的生命 我一生人所有的最重要是我的生命 我要發揮我的生命 我們有的最重要不是恥愛 不是有我們的知識 最重要是我們的生命 我們生命發揮的時候 我們整個人就完全不同了 但是發揮的時候都要建立知識 因為我會講到 建立自我形象不只是信靠神 一定整個生命是發揮的 為什麼這麼多人的自我形象很低呢 其實很多人都自我形象很低 很容易 譬如很簡單 我相信大家都見過 有些人在巴士上 有一個人頂一頂他 為什麼頂我啊 然後那個人說 你大了嗎 你阻礙我們啊 哇 就吵架過 吵到不停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他的自我形象低 稍為一冒犯 他就要撐行 因為他自己覺得自己是 他因為他裡面有一種虛的感覺 所以他要用外面的撐行 來跟人對抗 或者在家裡吵架 小小的事 因為一些那麼多事情 不贊成 不贊成 不死得的 但是因為小小的問題 就會造成很多問題 或者被人一說一句 哇 整個沉了 就是直接落到谷底了 因為被人說一句 你做得這麼慢啊 那你就會反狂的 我不是慢 我不是慢 是他說我慢 那他就說你慢 那他就說你慢 那他就不死了 但是因為自我形象低 人家說一句 就落到谷底了 這個低自我形象的情況 第一 因為受到很多傷害 所以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因為被人拿得多 所以覺得自己 廣東話說廢柴 是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人家控訴自己 其實最控訴得多的是自己 人家說不會一天 從早到那一刻 不會整天說你沒有用的 但是自己就說 哎呀 那些人經常說我沒有用 都是沒有用的 總是在心裡覺得自己沒有用 就是受到一些傷害 和控訴 被人說又笨 又懶 又傻 又壞 那些時候 就完全 就是自己落了 整天都在一個低層的狀況 去求主幫助我們 那這裡有兩個學生 左邊那個呢 他成績好了 100分 被人捨一口 右邊那個呢 我都看不到他捨多少分 53分 是吧 53分就被人蓋一巴 因為失敗而被拒絕 就覺得沒有價值 很多時候做事做得不夠好 我們都要追求做事做得好 但是不是依靠做得好 來得到價值 好了 第二是我的形象 有什麼影響呢 有什麼表現呢 第一是覺得自己不寶貴 全世界都寶貴 自己不寶貴 其實我們個個都很寶貴 神體重我們每一個人 而魔鬼 最想我們相信自己沒有用 魔鬼 看到你不自己沒有用 拍了手 這樣你的生命就不會發揮 我們是否寶貴 我們是極度寶貴 那問題是 我們有沒有珍惜我們的寶貴 發揮我們的寶貴 如果我們珍惜和發揮我們的寶貴 我們的生命是一路向上的 你就說 神啊 多謝你 原來我的生命可以去得這麼盡 你覺得你的生命可不可以去得盡呢 可不可以呢 你是不是在去盡呢 有些什麼卡住呢 我們反省一下 到底有些什麼卡住我們 有些人覺得自己失敗 做什麼都不成功 做什麼不成功 不要緊 其實你做樣做樣 有少改善就贊自己 我有改善的 感謝主 我有改善 這樣一步一步上去 就越來越好 或者覺得人和神都不喜歡自己 這種一種是怎樣來的 就是從小時候 家人經常說他沒有用 不喜歡他 於是他就開始覺得 人人都不喜歡我的 嘩 他不看著我 即是他不喜歡我 我一說話他不聽我 即是他不喜歡我 就很受人影響 其實有什麼所謂 有些人是不會很喜歡你 即是人是不會這樣的 除非他有某個原因 否則人是不會真的喜歡或者愛人 所以我們不是依靠別人 我們依靠別人 得到安全感 是很難的 而且經常有人批判自己 經常都 嘩 穿衣不像樣 又肥 又蠢 又懶 做事又懶 什麼都做不到 總是覺得別人說我們 有些什麼事 自己說自己 又覺得別人說我們 其實這個低的字 我仍然覺得別人在說我們 沒有信心跟別人交往 見到別人就覺得 別人都不會看過我 所以不敢跟別人溝通 不敢把自己內心的說出來 我們不需要把所有的說出來 但是我們需要在適當的時候 說適當的說話 如果你跟別人交往 永遠都不把自己內心的感覺 說出來 那個人覺得跟你說話 就好像 完全 進不了你裡面 但是如果你第一次說 就馬上說你什麼 所有家庭的 所有的傷害 那個人說 這個人 貓跟我訴苦 那也是不適當的 但是我們求主給我們 我們有個信心 我們 其實人都需要朋友 我們關心他 人會歡喜的 我們就可以建立到友誼 但是有些人建立友誼 總是想找個人訴苦 訴訴下的人當然是不聽 都是訴苦的人 當然不喜歡聽 所以我們要自己看 我們自己跟人溝通 是關心人還是訴苦 是想找人去關心我們 如果我們想找人關心我們 你都會很快失去朋友 我們就是關心人 有時候人就會回應 回應的時候 我們就多謝主 就珍惜了 或者自我容易情緒 發生什麼事情發生 就馬上很不開心了 或者時時說負面的說話 會沒有信心會成功的 不敢做大事 這都是一個低自我形象的表現 當大家發覺 其實人人都有一些 不會說完全沒有低的自我形象 總是有一些 問題就是我們會不會處理 總是有時候覺得 人們都不喜歡跟我說話 這些意念是會彈出來的 不過問題 你不會立刻說 不要緊 他不跟我說話 我不死了 我有我和神的關係 我也有我的朋友 我關心我的朋友 我關心人 你自然會有好的朋友 不是說自我形象 有神愛我 我全世界都沒有朋友 這是不健康的 魔鬼很喜歡見到人自卑 他見到你自卑 他開心得不得了 你自己說自己沒用 他説證合了我的心意 因為你覺得沒用 你自然的生命就不會發揮 你就會浪費你的生命 好了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單用世界的方式建立 自我形象 也是不健康 為什麼不健康呢 因為這些東西是不可靠 而且我們會變成倚靠的東西 第一種就是靠穿衣 這是很常見的 有些人真的一定要穿名牌 一定要穿漂亮衣 或者總之有些什麼形象不好 立刻會很擔心 這些東西是不錯的 你穿衣漂亮沒有錯的 不過單靠穿衣漂亮 單靠形象漂亮 包裝得好 你單靠這個東西的時候 總有些時候我們不是這樣的 這樣的時候 或者你跟別人比較 那個人穿得這麼漂亮 立刻自己覺得 很醜怪 譬如很簡單 有些場合會這樣 自己穿的衣服很漂亮 覺得很漂亮 突然有另一個人穿同樣的衣服 不知道在哪裡買到同樣的衣服 他就會覺得很不開心 我穿的衣服這麼漂亮 他就穿同樣的衣服 我們也曾經聽過 在教堂裡面有這樣的事情 有一個人買了一架白色的corolla 其實corolla不是一個特別厲害的車 他就覺得很特別 我的車是白色 怎知道另一個人又有白色的corolla 他就生氣他 他就跟他說 我有白色的corolla 這個Toyotacorolla 他又是有這個corolla 他心裡不喜歡 有什麼大不了 就算你有一個最漂亮的跑車 有別人有 你都可以開心 但人總是覺得我要突出 其實我們相信神的愛 我們不用這麼相信 神愛我多元 不需要這樣想 神愛我 神愛我 神各位都愛 這是健康的節愛形象 有錢不一定有健康的形象 這個人叫Barbara Hutton 在當時來說 可以說是全世界最有錢的人之一 因為他承受他的祖父 就是Woolworth Woolworth 在美國的大公司 然後他 另一個就是Hutton 亦都是 兩個大公司 產生出來的一個女兒 本來應該是很好 但他五歲 他媽媽死了 他父親也離開了 他一早已經離開了 他承受7千萬美金 當時是109億港元的產業 他有七個丈夫 包括兩個王子 一個伯爵 和這個明星Carrie Grant 這個很出名的明星 英俊明星 Carrie Grant 就不是要他的錢 Carrie Grant 也是對他好 但始終是婚姻不好 即是說他雖然有錢 但他人的自卑 或者他要求人怎樣對他 即是實際上他怎樣相處 我也沒有特意去看 不過這個很出名 就是有一本書 還有幾套電影 就叫做The Poor Little Rich Girl 就是她是一個有錢女生 但是很貧窮的 那一個女生 即是說她雖然有很多財富 她給她的生日會 用很多很多的錢 她是到最後的時候 剩下三千多元美金 剩下三千多元美金 就是這樣 這麼淒涼的一個人 因為她自我認證 但她總是要靠 我認證健康的 我們一生都受辱不盡 這個不是靠有錢 這個有名有利有成就的 我相信大家都很認識的 很聽過的 她有一套電影 我以前曾經看過 在電視上看過 她有個很出名的古法 有一次她想吸引人注意 她在一個廣場 反正她就這樣走 不是我的 我現在裝不到她的走法 總之都是扭來扭去的 她走 有一個人說 Marilyn Monroe 一跑她 很多人跟著她 她很想得到很多人崇拜 但總是會 某種原因 我不知道 最後她是自殺死的 為什麼會自殺死呢 這麼成功 這麼多錢 為什麼會自殺死呢 為什麼會這麼悲慘呢 就是因為她的自我形象 其實很不健康 所以我求主幫助我們 都是有一個健康的形象 或者有些人就靠錢 有錢 錢是可以飛走的 而且當有一個身體的毛病 你有多少錢都可以沒有 所以我們健康的形象 靠錢是不行的 或者靠朋友 那些朋友一起很開心玩 開心玩不代表她真的愛你 這個世界上是很少人 真的會愛人 是很少的 你見到一個你要珍惜 很少人 真是說見到人想幫人 想祝福人 在這個世界上是很少的人 很多人有朋友 那些朋友是什麼呢 走肉朋友一起玩 但當你有什麼事的時候 他就會走光 當你真的有困難的時候 你是很難找到一個人 真正關心我們 所以我們自我形象 要靠朋友 但我們應該要有朋友 不是沒有朋友 我會說到 單靠這些 沒有神的時候 是有問題的 我們不可以單靠這些 但我們一定是有朋友的 人很容易被人的眼光影響 哇 他看一看 好像有些藐視的眼神 有些不喜歡的眼神 馬上受影響 其實人都是容易藐視人的 人是喜歡說閒話的 有時候 教堂的人都不是例外 我們自己都反省一下 我們自己都反省一下 你完了教堂 出去外面的時候 兩個人吃飯的時候 說些什麼呢 如果你在那裡數哪個數 哪個數哪個數 那些什麼不好呢 你在做的 有一天 凡人所說的閒話 都要句句公出來 因為要憑他 定他為異 也都憑他 定他為異 有罪 所以我們 不要期望人 如何看從我們 人是不會真的說 哇 你真是寶貴 哇 你真是重要 是很少人會這樣 如果你看到有 你要珍惜 我們容易被人眼光影響 如果單靠人接納 就好像這間屋 好像很穩陣 洪水一來 真的沒有 因為很多事情會發生 以前我做很多學生工作 有些學生跟我說 哇 一畢業 我以前幾個朋友 沒有了 全部沒有了 可以這樣的 大家 各賓前程公 自己有各自的忙碌 真的 靠人 是不可靠 但我們一定有人的關係 有些人以為戀愛 就一定有健康自我形象 不是的 戀愛你會發掘更多的問題 因為 一個人有問題 另一個有問題 一個人會有情緒 另一個有情緒 有自我低的自我形象 另一個也會有 這樣的時候 遇上了會怎樣 一定 凡是戀愛你都會成的 一定是有很多碰撞 很多的問題 是需要處理的 是更加 其實人是需要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才可以戀愛 但很多人不知道 他以為戀愛 就建立他的自我形象 其實戀愛是會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因為男女是很大的分別 婚姻 其實很多的婚姻 都是很多的衝撞 一定是要努力的建立 還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才容易有好的婚姻 以前我認識的一個人 他真的很有心愛神 也很有恩賜 他就上網去學希列文 即是有的 即是有些學校有的 他真的學到 他想去讀神學 在教會裡面有一個人 是有精神問題 他就說 我很有感動 要愛這個人 他就跟他結婚 但結婚之後 以後他完全走不了這條路 這個我不能夠說一下 到底我批判 我不是批判這個人 我只是說 如果他真的想讀神學 而他覺得 我因為愛他 我就跟他結婚 其實跟一個低的自我形象 結婚 是你真的極強 你才可以處理得到 和頂得順 即是不要用結婚來幫人 用結婚來幫人 是一個錯誤的 我不知道他的心命 是他的問題 不過我只是一個例子 即是說 婚姻不可以當為醫治的方法 如果你說 哎呀我很低層 而有一個很健康的 他想跟我結婚 不是一定好的 我一定要學到 如何處理我們的自我形象 才能夠有好的婚姻 也有些人以為讀書厲害 就會有健康自我形象 我自己是一間 算是名校的中學讀書 我的同學是很多個醫生 很多個 也有上電視見過 代表某個政府部門說話 都是很多重要的人 但我裡面有幾個人是自殺死的 很厲害的 其中有一個是醫生 是會自殺死的 即是說 有成就 不代表他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或者以為成功就會有健康形象 未必的 成功的人 有些人賺了很多錢 但他說 我賺那麼多錢 我家人就是鬥欠他們的錢 他可能會覺得很失落 越希望成功 失敗越痛苦 即是 越想贏到 沒可能會贏到 沒可能會贏到 他差我這麼多 怎知道輸了 很大的痛苦 越是期望高 失望越大 但你說在神裡面 我們有沒有期望 應該有 但我們 將我們的安全感 不是放在我們的成功 而是放在神那裡 好了 神帶領我們建立自我形象 很重要的兩個部分 我們一起讀一下 相信神賜生命的價值給自己 在各方面建立自己的生命 是兩方面都需要 有些人只是說 我有耶穌愛我 其實當他只是說 耶穌愛我 不代表他會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是一定這個人 在凡事上 他建立他的生命 那你說 哎呀我未成功 我建立不了 不要緊 其中神給我的教導 你進步一百分之一 你就賺自己 進步一百分之一 一日進步一百分之一 第一日進步一百分之一 一百日進步一百分之一百 真的每日進步一百分之一 是很快的 所以我們不是要追求自己 要力散 總之我進步 我們就可以開心 欣賞自己 就可以 啊 感謝主我正在進步 但是很多人 他低自我形象 總是這麼說 是的 我又進步 不過還有很多未進步 哎呀很難的 那些總是會看那些不好 他就永遠都覺得自己沒什麼用的 比特前書二章九節 講給我聽我們很尊貴的身份 就是 唯有你們是被挑選的族類 是有君主的祭師 是聖基的國道 是屬神的子民 要叫你們宣揚哪 照你們出黑暗入 其妙光明之一 不理得 這個講到 我們是很特別 我們是被挑選的族類 我們是被神選出來的 你買東西會不會選 買衣服會不會選 哪個漂亮啊 娶老婆 娶老婆會不會選 你不選 買衣服 當然 有些人就選得很超級離奇 真的選到一層橙都在那裡 插勻 總之大約OK就可以了 但有些人會插勻 但你總會選 明年看著那個難的 會不會選那個橙 一定不會 選老婆 選老公 應該是被神帶領的 但我們總會看下的 不會說 那個人這麼污穢 離山大浦 經常都發脾氣 很濃 總之我是想娶他 我就娶他 是否會這樣呢 我們不會這樣 神會選我們 即他真的看得起我們 不是我們夠好 是神看得起我們 是有君主的祭師 是尊貴的祭師 是神和人之間的中間人 是非常尊貴的 我們一起去孫哥 我舉一手 我是極度尊貴的 我不要看低自己 我們是不是尊貴 是極度尊貴 有一天我們去到天堂 我們說 我可以穿上 神這個 這個 這個結白的二袍 哇 真的好 還有有基徒所行的二 我們所穿的袍 兩天都有 哇 我們是很尊貴的 在世上 我們雖然看不到 但是神的眼中是看到的 希望我們珍惜 我們的生命是極度寶貴 我們就說 有一天在世上 我們都是極度寶貴 可以為神做鬼大的事 我希望大家不要浪費你的命 有些人就以為 我快點回去看電視 我就是 不要浪費你的命 這些會過去 但是我們為主所做的 是永存的 還有我們在聖結的角度 聖結是很漂亮的 很簡單 有些人覺得聖結很嚴厲 其實我們想聖結就是有愛 有關心 不犯罪的 很簡單 兩個家庭 一個家庭吵架 又是吵架的 又是分內情的 另一個家庭 彼此尊重 彼此相愛 彼此關心 這就是聖結 你喜歡在哪個家庭 當然是一個聖結的 彼此相愛家庭 聖結的角度 就是一個角度 充滿愛 充滿關心 充滿神的聖結 以及屬於神的子民 我們是屬於神的 我太太最喜歡我講一句說話 他喜歡我說什麼 你是我的 我會跟他說 你是我的寶貝 你是我喜歡的 他很喜歡我說 加個我的 那個字 現在神說 你是我的 神說 你是我的 是不是寶貴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屬於神的 是寶貴的 然後 宣揚那照我們出黑暗 入其妙光明者 這是一個很長的形容 神是誰 照我們出黑暗 離開黑暗 進入光明 這一位 就是誰 就是神 他的美德 這就是我發揚神屬性的 《查經法》和《港道法》的其中一個根源經文 就是宣揚神的美德 說出神的美善 不只是說神做什麼 是神本身的美善 和他的美德 他的屬性 和他的恩典 原來我們是很尊貴 我們是被挑選的族類 君尊的祭司 尊貴的 是聖結的國度 屬於神的子民 叫我們宣揚神的美德 當我們宣揚神的美德 神就很歡呼你 神就大大祝福你 神就會將你提升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個潛質 是非常珠貴 我們不用人去高舉我們 我們有神高舉我們 我們每一個都有潛質 不過這個潛質不是自動進入的 是將身在獻上當作活際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就能拆現這個神的善良 純存可氣的旨意 這個旨意就是我們會成為尊貴 我們有尊貴的身份 又成為一個尊貴人 我用一個例子 王子公主的身份 是否尊貴 但是王子公主 現在的王子公主 都可能上了人打機 可能上了人做些什麼 他可以做一個頹廢的王子 即是說他有這個身份 第二 他有健康的生命的方式 他才能成為一個尊貴的人物 所以我們一定是本身有這個身份 然後我們怎樣去珍惜這個身份 臨前十一章二十七節 神卻簡選了世上愚絕的 叫有智慧的收攜 又簡選了世上愚軟弱的 叫立平壯的收攜 但有些人說 我又蠢又軟弱 但神說不要緊 因為我會使用你 有些人說 我這麼蠢怎麼使用呢 有些人就覺得不可能 我曾經有一次有個阿婆 進去我教會 她是另一間教會 她那天會回家來探望我們 我跟她聊天 發覺她很特別 很熱心 她說得全方未非識目 非常之興奮 我就立刻請她 不如今天在我們崇拜的時候 分享一下你的熱切 她真的上台非常之熱切 如果說年齡或知識 她未必很多 但她被神改變 她就很熱切 分享神的事情 她本來可能是軟弱的 可能是沒有什麼特別的知識 但神的祝福 就令她提升到一個很尊貴的身份 很有信心 很有力量的一個人 我們也是 我們中間有些人 可能你說我讀書不夠厲害 我有很多東西都不夠好 我又軟弱 但當你被神去改變你 你就成為一個尊貴的人 叫那些智慧的羞愧 叫那些强壯的羞愧 叫那些强壯的羞愧 那些人很聰明 但不及於一個倚靠神的 一個軟弱的人 他軟弱的時候 那些人可以榮了神 我曾經參加了 世包小組網絡 他們曾經有一個小組 都是一些智障的人 那個組長是怎樣 他說話是疾了疾了 不過他也是很開心地分享的 這就是他本身有這些智障 但是他的信心被神去改變 以至他的見證是鼓勵人 就是一個有智障的人 都可以做組長 原來我們多軟弱 都不是一個難阻 不要說 哎呀我生得蠢 我生得醜樣 我生得肥 我不夠聰明 這些不要緊的 總之有神就重要了 好了 只知道神賜這個尊貴身份 但是什麼都失敗 會不會有健康的形象呢 是不行的 我們個個都是王子公主 相信我是王子公主 但有些王子公主是怎樣的呢 看看 與神疏遠 她就不會張軟神的榮耀 情緒化 有些什麼事又煩惱又不開心 以前我曾經在一個團契 裡面有一個女孩子 她一情緒化回來 她整個時段是不斷情緒化 影響整個團契 她的表情 她的動作 她的聲音 她的說話 都會顯露出她的情緒化 她的情緒化影響周圍的人 或者她不能夠跟人相處 為什麼不能夠跟人相處 有很多因素 有些人 她不懂得關心人 基本上就是不懂得關心人 只是想別人關心她 慢慢地訴苦 或者說自己的事 說來說都說不完 賤人就沒有興趣聽她說話 有很多的因素 造成一些人是沒有朋友的 但是為什麼有些朋友滿天下 什麼人都喜歡跟她聊天呢 因為她總是關心人 總是善待人 這樣的時候 她反而更多朋友 她不是損失的 但是有些人越是想得到朋友 很快那些朋友 想得到就走 我曾經看過那本書 講到朋友 其中有講到的 你控制你的朋友 你要看著你的朋友走 為什麼控制呢 我想她怎樣 為什麼你 昨天你不找我 昨天走去哪裡 為什麼你不關心我 那些人覺得 我和你做朋友 要關心你 又要整天告訴你 說我在哪裡 這樣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走 但是當你關心人 那些人是會被你黏著的 即是她黏著你 她會想滾你 當然我們都沒有被人依靠了 我們不是被人依賴 但是我們是去祝福人 有些人經常被人炒肉 經常被人炒肉 自然她做的工 她不會做得好 為什麼呢 有時候不是能力 有些人讀書很多 不過她做工總是做不長 為什麼呢 她跟人相處有問題 其實跟人相處是比工作能力更重要 但是當然工作能力也是重要的 或者時事失敗 又不能事豐身 這樣的時候 她是不能夠有健康的節外形象 有些人說 我每天都有 那怎麼辦 不要緊 逐樣逐樣建立 要點就是 逐樣建立 我們不能一下子建立 慢慢建立 而建立的時候 不要說 還有很長的梯要上 我們說 我上了一級 這樣才是正面 我上了 我的進步一級都好 都已經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們不是看 我有多少不完美 我們看我已經有努力 比特後書一章五節開始 就講到 我們不只是一樣的 不只是信心的 要加上什麼 我們一起留意 讀一下 正恩者緣故 你們要訓外的恩齊 有些信心 又要加上得行 有些得行 又要加上知識 有些知識又要加上節制 有些節制又要加上忍愛 有些忍愛又要加上田徑 有些田徑又要加上愛的心 有些愛的心 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 你們又充充足足的有者幾弱 就必使你們在認識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 不至於行懶不結果子了 你想不想結果子 因為你想行懶不結果子 你不想行懶不結果子 即是沒有果子 生命沒有果效 沒有祝福到人 在將來交障的時候 是兇手見主 或者見主的時候 那些都是草和 當然是消耗了 如果在這樣的時候 我們要逐樣加上 有些什麼呢 我們訓外的恩勤 恩勤即是努力 不是隨意的 有些信心 第一基本是信心 信靠神的恩典 信靠神的謝罪 信靠神的大恩大愛 信靠神祝福我們 加上得行即是好行為 我們就要有好行為 我們有什麼遵從神的 然後有了遵從神 我們加上知識 知識 聖經的知識 也有世上的知識 世上的知識 你可以無窮無盡 不過有些是應該學的 譬如什麼叫健康食物 怎樣睡得好 怎樣處理情緒 這些我們應該學的 這些知識 也有很多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這些我們都要學習的 可能有知識 加上節制 這個時代更加需要節制 因為那些人給手機 我們在聽到不要看手機 聽到不要看手機 聽到不要看手機 聽到看手機 就是在這個時候 我們都不能夠尊重神 我們學習 去尊重神 就是說我們去節制 我們真的有些什麼 很想做 但在不適當的時候 我們都不要去做 我們就學習 去尊敬神 去處理生命 不是有很多人 為何睡不著呢 因為他經常看手機 一邊看東西 就難睡著了 那你就 很想看有些什麼 經常都 希望有些人傳一些信息給他 為什麼 因為自我形象很低 經常都要找些人傳一些信息 這樣就很滿足很開心 其實有什麼所謂 真的 有沒有人傳什麼信息 不要緊的 好了 就是說節制 接著是忍耐 自然有人對我們不好 這個世界一定有人對我們不好 那我學習忍耐 不要緊的 不用受傷害 有乾敬 就是敬畏神的心 然後就是愛弟兄的心 愛我們周圍的人 教會裡面的人 信主的人 然後就是愛眾人的心 這個講到 基督徒是一層一層上的 不要停留在一個初信的地步 我們信主這麼久 我們在知識上 我們在忍耐 在待人接物 和人相交關心人 幫助人有沒有進步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當一個人什麼都不進步 自然自我形象不會健康 但是你說有很多困難 不要緊 總之總是有一點進步 我們就欣賞自己了 好了 怎樣建立自我健康的自我形象 第一很緊要一起讀 心信神吸自己無比的價值 接著怎樣呢 建立與神關係和生命的質素 第二建立知識財幹經驗 第三建立人際關係 第四在家庭公共上有進步 第二在主女和事奉女有進步 就是說 我們第一就是在神裡面 相信有無比的價值 是沒有人能夠拿走的 我們的價值是極度尊貴 所以我們要珍惜我們的生命 我可以用一些例子 有些運動是有危險性的 我會覺得基督徒不應該做 我知道有些運動是好的 不過譬如說跑車 跑車有幾好技術 可能撞車 我一撞車可能不好命 或者有些很厲害 我看到那些滑板 那個斜坡 反轉下來 很厲害 是很厲害 看就好看 還有一些飛人 現在那些 在網上都有表演 在這個大廈 飛到旁邊的大廈 這個樓梯上來 衝得很厲害 起碼對關節都不好 或者一撞一下 很嚴重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們的生命太寶貴 如果做這些運動 我覺得應該做運動 但是這些運動是隨時有危險的時候 我就覺得是應該避免的 因為我們的生命實在很寶貴 好了 我們的生命寶貴 我們都要建立 建立同神關 這個最基本 如果沒有這一切 都是廣言 如果和神是疏遠的 沒有悔改的心 沒有尊重神的心 沒有親近神的心 你都沒有這個崇拜 和參加聚會的心 先說不要停止聚會 我們有個心物 有時候發覺 有些人為什麼 兩星期又不見人 下星期又不見人 一會又出現 一會又不見人 總是覺得 我有什麼事 我就不回 如果有人約我星期日 我是絕對不會去的 誰都好 什麼事都好 我都不會去的 除了那些 譬如有人立即 入了急症室 家人入急症室 我一定要陪他 但如果不是這些情況 最緊急的情況 我是一定不會去的 因為為什麼 這個時間是獻給三人 我們逢神的關係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拿走的 生日或者旅行去玩 我們不會用這些日子 如果我們真的 在星期日 坐著飛機 我們在那天 我們自己就會敬拜 總是會珍惜這些時間 去親近神人 好了 於是 第一 你建立同神怪 和生命質素很重要 基督徒沒有生命質素 一切都沒有建立 如果一個人 熬熬熬熬 隨意傷害人 說什麼 就頂人 他的生命一定不會被提升 所以他一定是建立一個 溫和 善良 關心人 善待人 有智慧的 即是處理事情有智慧的 這樣的生命 他才能夠生命 能夠發揮 你都建立知識 我們需要智慧 很多事情都需要智慧 但是你說我沒有智慧 怎樣呢 不介意 逐樣逐樣來 逐樣逐樣學 在我人生中 我不同的時間 學不同的東西 我在二十多歲的時候 學結他 但又停了很久 一段時間 在教堂上用 後來我又再練 三十多歲 我學彈琴 其實過程也有很多其他事情 學廣道 後來四年充滿 我就學習 如何明白 四年充滿什麼 如何運作 在四年充滿運作 如何為人祈禱 打鼓 我就好像四十多歲學 五十多歲學普通話 在學人生中 我是不斷 現在很多時候 我在網上會聽到一些教導 我不會聽到一些發覺風 我聽到一些有教導的意義 我會聽 會分析一下 還有我會看文字 上網看文字 對這件事 譬如老電波 我會研究 我會研究 這件事對我們有什麼幫助 這也是我們能夠建立 當你這樣做 你會減少這個老人癡呆的情況 老人癡呆是很淒涼的 老人癡呆是慢慢的 那個人濕去了他自己 他會不認得周圍的人 他不會跟別人交往 你想想老人癡呆? 我想不想 你不想的時候 第一 你就學多些 想多些事情 但不要想一些不好的事情 想一些好的事情 這樣的時候 你的思想的能力會加強 你就避免這個老人癡呆的 不是各方面的經驗 建立人際關係 如何跟人建立關係 如何關心人 如何幫助人 在家庭工作進步 譬如一個人 又有很多家庭的破裂 那就是不好 工作的能力都要學習 譬如你做什麼行業 我們需要進步 在主裡面 和侍奉裡面進步 就是說我們各方面都進步 這樣 這個人 我們不是靠這些能力 我們只要靠神 但必然我們有這些能力 我們才能夠發揮 如果一個人和人聊天都聊不到 他怎麼傳福音呢 所以我們一定在各方面建立 好了 健康自我形象有什麼 表現有什麼果子呢 很多 我們一行這樣讀一下 好嗎 左邊的行才一起讀一下 信自己是寶貴 對自己有信心 第一就是會令到我們相信我是寶貴 我們大家都知道我是寶貴 不過 當你被人罵的時候 你會覺得自己是寶貴嗎 就是你被人罵完 被人炒完 你都會說我是寶貴的 就算有人造責你 你都會深信我是寶貴 然後對自己有信心 我的生命一定會發揮的 你會不會這樣相信呢 我的生命一定會發揮 我的生命是不會往然度過的 你會這樣想呢 我希望大家都會珍惜 和真的會相信 第二行就是 能接受神為人的愛 能處理人的批評 接受神的愛 接受人的愛 就是深信神在愛著我 也都接受人的愛 有些人 他不接受到人的愛 他總是覺得 人不是真心愛他的 人不是真的對他好的 那時候 他的內心有一種空虛 他覺得自己沒有用的 覺得自己沒有用 他與世關也難以建立 與世關也難以建立 他的生命也難以提升的 以及能夠處理人的批評 人家罵我不死得的 如果真的有錯 我就去改 有什麼不好 我就去改 不死得的 被人罵不死得的 好了第三行 有信心與人交往 一起講 有動力處理情緒 會講正來說 就是有信心與人交往 即使有一天 你會見到一個名人 一個名人 你會走過去 因為整個人跟他聊天 你會不會跟他聊天 其實有信心 不重要是誰也好 都不重要 有這個信心 還有動力處理情緒 很多人處理情緒 其實是可以的 我簡單說 例如你要建功 你會發脾氣嗎 例如你在發脾氣 你會發脾氣 你會這樣見功 不會的 你一定會笑容 你想在那一陣子 你見功見功 你一定不會發脾氣 你能夠處理到的 我們同樣 但最重要就是壓抑 是處理到的 不要緊要 不用生氣的 那個人經常都罵人 被他罵人有什麼所謂 其實很簡單 那個人經常都罵人 被他罵人 被他罵是否蠢了 我就是沒用 不是的 我們能夠處理 有動力 為何我有動力處理 為何我有動力處理 因為我珍惜我的生命 如果我每天都 哎呀死了死了 哎呀死了 哎呀死了 沉了沉了 我怎能做到神的功 對吧 你跟我相處 你會發覺 我沒有一個時間 哎呀死了死了 我不想做了 我放棄了 你不要再見到我了 你不會見到我有這個情況 因為我一定會覺得 這些是不好的行為 我一定會處理 我有這個動力 因為我珍惜我的生命 超過任何人的批評的話 這些有什麼所謂 還有會說正言的話 神愛你的 神關心你的 都跟自己說 神珍惜我的 我所做的神喜悅的 好了 最後 有信心是生事 能更能夠做大事 就是有信心做一些新的事 學新的事 不要緊要的 有能夠做更大的事 即是我們時時都有信心 即是原來一個人有信心是很不同的 講回網球比賽 那些真的贏的有時就是他信心 就是我覺得我贏到他 他真的會衝 其中一個球員 菲德蘭 他今次 輸了 不過他打贏 拿到那場的時候 他說什麼呢 是我太太支持我 他說我太太是這樣的 整班人在拍手 譬如他打得好 然後最後那些人聲一聲 他太太才出聲 我不知道他叫他什麼 他就這樣說 可能叫他Fedder 或者什麼什麼 叫他什麼 Roger 叫他一聲 他聽到太太 他立刻覺得 有力一點 原來他都會捉住這些 支撐他自己 所以我們都是說 神幫助我們 經常都相信神都會說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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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神喜悅 是不難的 這些說話 希望大家經常記住 不難的 怎麼犯 我們一起讀 犯了罪 頭主射臉 神就喜悅 真心討厚 神就喜悅 真心愛主 神就喜悅 吸少一杯涼水 神就喜悅 所以耶穌特別用這句說話 給一杯涼水都喜歡 是不是 我們可以 什麼事情我們做都會歡喜 神就喜悅 神就喜悅 我們就開心了 出自真心 神就喜悅 總之我真心做 有些人侍奉不是真心的 他是什麼 他想給人看 他總是想做些事給人看 想給人讚 這樣的時候 他就叫白做 大家想不想白做 如果你侍奉一直想 想別人讚 你就白做 因為耶穌說 你已經得到稱讚 但如果說 我只想神看到 這樣的時候 就不是白做 神就會稱讚 我們 所以 經常都說 好神喜悅不難 而神的喜悅就行了 神喜悅就什麼都有 因為神會將一切的給我們 還有 我們逐樣逐樣 簡單說 就是說 同神關係那裡 好神喜悅是不難的 同神見了 好的關係也不難 有些人說很難 他說我有罪 有罪就悔改 神就歡喜 天堂都為我們歡喜 你說我處理不了 開始少少處理 神就歡喜 心態總是 我開始處理少少 神就歡喜 行不行 少少處理 神就喜歡 那你就總是覺得 討神喜悅是不難的 那時候 你做了一樣 你就做了兩樣 做了兩樣 三樣 逐步進步了 好了 講到說話 怎麼處理呢 我現在講到 不只是相信神的恩典 是處理生命 負面的 譬如有時候 跟自己說 神愛你自己 神不愛你的 我們就取代在下面 我們一起到 神極愛你 或者有人說 自己是蠢 沒有用 沒有人喜歡 我們就講到下面 神提醒我 神和人越來越喜歡 所以聖經有講到 神和人的喜愛 的心越來越強 然後 你不夠熟靈 然後我們怎麼打 愛主不難的 並不難的 我親近主義 神就喜歡 你多次失敗和犯罪 神赦免我 我可忘記 回頭我以前失敗犯罪 不要緊 神赦免我就忘記了 然後有些人說 你注定慘的 神計劃祝福我 這就是正面的說話 和正面的意念 取代負面的說話 取代負面的意念 好了 對人是怎樣 貼薩尼加前書五章十四節 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 勉勵灰心的人 輔助軟弱的人 也要向眾人忍耐 這個講到我們對人 真的他不守規矩 他做得不好的人 我們要警戒 不過我們未警戒之前 應該更多勉勵他 勉勵他 輔助他 也要向他忍耐 雖然他很多次不聽話 我們都忍耐 去輔助他 但到最後是要提醒要警戒 有時也會提醒警戒 人 但我會儘管 優溫和的心 我說 這樣下去 和神關係會越來越疏遠 可以有問題 可以離開神 很有危險性 比起前書三、三、九節 必要以惡不惡 以欲罵為欲罵 都要祝福 因你們事為此蒙照 好叫你們承受福氣 就是以惡不惡 他生氣我們 我們要挖回去 這個就是以惡不惡 不要以欲罵為欲罵 都要祝福 因為神呼召我們 這樣我們就承受福氣 所以我們祝福人 我們就承受福氣了 好了 怎樣建立同人關係 我們一起讀一下 聆聽、關心、建立關係 善待人、饒恕、幫助、安慰 祝福和不計較惡人 欣賞任何進步 可能建立人際關係 其實不是很難的 聆聽 但有些人是沒有心機聆聽的 有時小組 一人說了什麼問題 我都覺得每個人的頭都倒閉了 是我在說這麼聽 很煩 聽他說話 就是他煩 所以我們需要關心他 我們學習聆聽 聆聽是神喜悅的 還有建立關係 他關心他、建立關係 善待人 總是善待 總是恩待他 不計較他做了幾次錯事 無論他怎樣不好 我們都一樣善待 遙恕他、幫助他、安慰他 看出他的不好 所以我們要遙恕他 祝福不計較惡人 他經常惡人 不過我不計較 他惡人也惡不到我 他殺我的身體 我殺我的靈魂 我不用計較 這句說話一時 是給我擴展 聆聽說 殺我的身體不殺我的靈魂 不用怕 罵我不用怕 侮辱我不用怕 侮辱我不用怕 拒絕我不用怕 看笑我不用怕 我不怕他 他就不傷害我 欣賞自己進步 我和人好了 我關心他人了 和人溝通到 如果中間有些人和人溝通 很難的 我們要學習這件事 首先要學聆聽一下 亦都可以分享自己一些 即是一步一步 逐漸分享自己的東西 這樣的時候 是可以和人建立關係的 還有深信 我可以和人建立關係的 因為這個是很重要 可以說這樣 除了和神關係之外 和人建立關係 比其他所有才能更加重要 為什麼呢 你做什麼工作 都是和人建立關係的 重要的 你世界上沒有朋友 一定是很淒慘的 世界上沒有朋友 一定是很淒慘的 其實教堂 給我們很多人 可以建立關係的 是一個禮物來的 我希望大家珍惜 還有恩賜 發揮恩賜 即是我們建立我們的生命 建立正在形象 都建立恩賜了 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 隨其以分給各人的 哥倫德詞 十二章十一節 就是恩賜是神給我們的 我們需要尋找恩賜 有些人不知道什麼是恩賜 你試一下做 試一下 你試一下做之後 發覺有些進步 繼續去操練 任何可以貢獻的地方 有時候恩賜不夠強 有什麼可以貢獻 都是恩賜的 努力去發揮 什麼是恩賜 或者是貢獻的地方 欣賞任何貢獻 我幫到人 我可以幫忙收拾東西 我幫忙洗碗 做什麼我都貢獻 那就是神 不需要找人認同 有人認同 多謝 但沒有人認同 不要緊 那神就起了 即是我們要恩賜 我們有沒有恩賜呢 其實個個都有 不過很多人加上什麼呢 恩賜加上驕傲 那就白做了 恩賜加上比較好不好 我恩賜給他多 又是白做 所以不要沉迷這些不良的雜質 單純地給人使用 我又看到這個 魯電波 原來對我們認識 是很有幫助 幫助我們建立自我形象的 怎樣幫助呢 它沒有說建立自我形象 不過我自己會發揮 原來我們的魯電波 主要是分開有 很容易記住 英文字 Bat 蝙蝠 Bat 加個D B是什麼呢 Beta 正常醒覺的時候 運作的時候 就是Beta B 跟著Alpha 就是比較平靜 坐下 享受世界 散步一下 輕鬆一下 這個就是Alpha 但是打機不是Alpha 打機不是Alpha 打機是Beta 或者看那些很緊張的戲 是Beta 不是Alpha 然後Theta是什麼呢 就是快睡著 剛剛醒 而且很平靜 例如你默想聖經 安靜地討告 一直想著神的恩典 這個可以進入Theta 然後Delta Delta就是睡著的神 認識這幾天有什麼重要性呢 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人需要有Beta 如果沒有Beta 你不會做事 做事一定要有Beta B那裏 也都是我們需要Beta 令到我們的腦會弱的 譬如一個人 整天都靜了 整天都坐在那裡 躺在那裡 躺在那裡 腦不動 又會有毛病 好了 但是整天動又不行 所以我們要爭取Alpha 你上班很忙碌 我們爭取在心裡 耶穌外引我 不要緊要的 我盡力做 不用緊張的 還有呢 有消息的時候 你就會在那裡 打氣 立刻在那裡 很忙碌的 跟別人溝通 看看誰發信息給我 而在那時候 可以休息一下 有時候可以 黑眼養神 輕鬆一下 深呼吸 在那裡祈禱 而Theta很特別 Theta就是入前意識 因為他們發覺很多人 當他們在臨睡的時候 他們一路相信 他們普通就相信那些世上的東西 我們就相信耶穌愛著我 耶穌喜悅我 就是你臨睡的時候 或者你安靜 討告的時候 耶穌愛著我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就會入前意識 你的前意識開始被醫治 這個理解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個個都有前意識的問題 從小時候被人罵 或者失敗 總是有很多不良的經歷 藏在心中 那麼這些經歷 怎樣可以清除呢 就是很重要 在這個Theta的手段 也就是整天 盡量多Alpha的時候 就是盡量多平靜的時候 然後呢 在這個時候 最安靜的時候 臨睡 或者在這裡安靜祈禱的時候 就灌輸一些正面的神的觀念 耶穌在愛著我 愛耶穌神就歡喜了 神很歡喜我親近祂 神在我心裡有奇妙計劃 我是很寶貴的 一直這樣的情況 來入睡 或者是安靜的 這樣呢 你發覺你人的前意識就會越來越健康 這樣呢 有什麼好處呢 今天我們講到自我形象 你的自我形象也會越來越健康 如果我們臨睡 經常都說 哎呀那個人真是壞 哎呀 經常被人罵 那你發夢呢 發了那些夢 那時候呢 自我形象也會有什麼呢 笨呀 蠢呀 沒有用呀 那些東西 自我形象不好呢 當然不好 所以我們 人家給我這些不好的東西 我們吃不吃 拿一些垃圾給你吃不吃 當然不吃 吃好東西嘛 所以吃的都是神的愛 或者人對我們好的地方 聖經的金句 我們就吃這些 這樣呢 我們就放了很多好東西入這個前意識 我們的自我形象就會健康 我也鼓勵大家 原來這些知識這麼有用 就是我們呢 幫助我們 另外我們也曾經說過 這個大腦可塑性 大腦可以塑造 就是他有無限的線路 這個很奇妙 我們有無限的線路可以建立 每一樣學新的東西 就有一個新的線路 所以學新的東西 是令到我們的腦更加滅躍 也都呢 可以學習新的線路 建立自我形象 就是說 當有人罵我 我立刻學一個新的線路 以前就是被人罵 或者發脾氣 或者低沉 或者哭一輪 這些就是很多人的線路 但我們學一個新的線路 是甚麼呢 耶穌愛我 我是寶貴的 我是重要的 別人罵我不會傷害我的 我是可以處理 處理到神就歡喜了 這些要成為習慣 要起碼六十日 繼續說 神在愛我 神祝福我 神提醒我 神幫助我 這樣呢 我們就建立了一些新的線路 將來有人說 你立刻自動會說 不要緊 我記得那時候 我小時候 我家裡 其中一個 就是我們入息的內容 就是照顧一個小朋友 一個小女孩 這個小女孩 是出去外面 曾經被一些 照顧小孩子的地方去照顧過 他學得很好 他一跌到地上 立刻說 不要緊 他就這麼輕身 他在那裡 他訓練了他 是這樣的 他就進了他的腦 但是有些小朋友 不是的 一跌到地下 一看他 一看他 嘔 嘔 他就是他的線路 原來 我們人 是可以有一些的線路 有些人的線路 永遠都是 嘔 他小時候就嘔 大了 不是的 他有另一種方式 總之總是不開心的 我們就留意這個線路 原來我們的思想模式 可以成為一個線路 是影響我們以後的 我自己很留意 我被人影響 我立刻說 不要緊 不要緊 神愛我 感謝天父 多謝耶穌 這樣我就會建立這個 好的線路 那個不好的線路 慢慢會拆除 然後人有無限的改變潛質 你只要聽話的時候 感謝神 我們的腦 有無限的改變潛質 無限學習的能力 只要每天進步多少 百分之一 我們就一路提升 多謝天父 這個呢 另外一個觀念是非常好的 即是先說 原來的那些進步就好了 這個 一起讀這幾個區 舒適區 巨峽區 學習區 成長區 很多人為什麼不能夠成長 他的自我形象 不能夠成長 就是因為他經常在舒適區 舒適區是什麼呢 我舒適就是看手機 我舒適就是玩遊戲 我舒適就是 探探腰 我舒適就是 哭 被人罵完 我就哭 在那裡不開心 這個舒適區 他做成這樣 在這個情況下 安全 但沒有進步 整個都是舒適區 第二個區是巨峽區 需要踏出一步 我學習不被人影響 我學習宣告我 神愛我 我學習 堅強起來 倚靠神 在這個時候可能 那個反應是 我不夠信心 我做不到 或者找藉口 不行的 那些人那麼壞 大家都那麼壞 大家都對我不好 怎麼可以開心的 這個找藉口 或者被人影響 這個是巨峽區 接著是學習區 開始學習一些技能 如何處理問題 或者學習一些新的東西 學習如何跟人相處 和學習處理挑戰和困難 最後就是成長區 成長區是怎樣呢 就找目標 又活出夢想 我們不只是做人 就搞定 不只是做人 我們是做一個 成功給神用的人 是不是 我們不只是做人 活了幾十年就做人 我們不是單是做人 我們是做一個 在神裡面成功神起的人 祝福人的人 這樣是得性的 希望大家記得 再讀一次 舒適區 對怕區 學習區 學習區 成長區 我可以念它嗎 舒適區 對怕區 學習區 成長區 再唸一次 舒適區 對怕區 學習區 成長區 希望大家記得 另外一個圖很有幫助 你在成長去到什麼步 第一步 我不想做 本來英文 我加了中文 我不想改變 我不想做 第二 我做不到 第三 開始想做 被人患醒 希望金塘道會患醒你 我想做 想做 要怎樣做 怎樣做 我試一下做 我試一下 不被人影響 我試一下讚美神 我試一下相信我是寶貴 我試一下可以選擇正面的情緒 其實我自己覺得 無論一個人的情緒多差 進步1%不是難的 我現在笑一下行不行 可以的 你多憂鬱都好 我可以笑一下 哈哈哈哈 都可以的 我們上個星期有人說 有心很愛我 有心很愛 他就開始喜樂 上次有人就開始喜樂 他是不是跟你分享 背過了 背過了 很開心 每天都分享正能量 是的 感謝主 今天去旅行 是的 那就感謝神 有人立刻 上司做 做到了 經常都說 神幫到我 然後呢 我能夠做到 那我快點做 我快點做 然後呢 我做到了 感謝神 這個就是 在這個紙裡寫了 這個 這些步驟 或者那個區 我都寫了 為什麼呢 我想你留在 留回來看 這些都是有用的 對於我們有幫助的 這些東西我學了 我會記住 我希望大家都記住 你的自我形象就會提升 我們怎麼提升呢 一起讀 信從神 信神提升自己 靠著一步步踏出 我去到高峰 我們只會一次 第一就是 信神和信從神 我相信他和信從他 相信神會提升我 一起講 相信神會提升我 然後呢 靠著一步步踏出 一定要踏出的 一步步踏出 就可以去到高峰 就可以去到高峰 你今天去到一個小高峰 都可以的 是不是 不用今天去到最高峰 小高峰 今天開始說 可以開心 是不是已經可以去高峰 我那個平板叫 可以 即是我們立即說 感謝神 我立即可以提升我 有提升的 感謝主 而我們只能夠活一次 是不是 之前我講到的時間 你可以再回頭 你可以上眼聽 上網聽到哪裡 但是你不可以去到那個時刻 不過現在也不是太遲 你現在立即處理的時候 你的生命都可以改變 求主幫助我們 你聽完這邊 會不會想改一下 會不會 會不會覺得有信心可以改 有信心可以改 有信心可以改 你都留意我 同時我都睡 稍為一個睡 你留意為什麼我會去激勵人 你學一下 我可以激勵人 你又學一下 如何激勵人 可以嗎 我們每一個都可以給神用的 不是不可能的 我們每一個都可以提升的 在我初學講到的時候 不是這樣的 是逐步提升的 是不是可以提升的 可以的 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一起起床 我們去祷告 求神幫助我們 靠著耶穌 我們可以得勝的 靠著耶穌 靠著耶穌 在這個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感謝耶穌 在這一陣子 不如大家試試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我可以給神祝福 哈利路亞 靠著耶穌 我可以凡事都能 凡事都能 凡事都能 哈利路亞 靠著耶穌 凡事都能 要開聲明 多謝耶穌 捷著耶穌 靠著耶穌 生命 靠著耶穌 生命 我們必能得勝 靠著耶穌 教授神的座位 最能素智 华底改 教授耶稣 保背圣经 保护得得死 教授耶稣 圣灵 教授耶稣 圣灵 保护得得死 教授耶稣 圣灵 教授耶稣 圣灵 保护得得死 最能素智 神的座位 最能素智 华底改 教授耶稣 保护得得死 保护得得死 教授耶稣 圣灵 教授耶稣 圣灵 保护得得死 教授耶稣 教授耶稣 保护得得死 谁能素智 神的座位 谁能素智 华底改 教授耶稣 保护得得死 保护得得得死 谁能素智 神的座位 谁能素智 华底改 教授耶稣 保护得得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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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得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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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了自己看低自己而悔悔 神来我们每一个都是极度的宝贵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每一个都是极度的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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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耸煲 天天 天天 天地 天天 快点 耶稣 耶稣 我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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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谢你 耶稣 我们多谢你 神祢提升我们的生命 陽光 起義一點 神gesetz 起義一點 因為霉雲真勵 將我們提升 我耶和我一兒 很 summit long day 等我最健康 下一位 你 知我失手 甘悲憎悔 还不 久等 多年 在这一阵我们试试麥陀在十年前 向神说的一声 我们浪费了你的命 这是罪 因为我们看上自己 觉得自己无用 我们会给自己藉口 就是说我不行的 我做不到的 我们会给自己藉口 让自己放屁 让自己情绪化 我们在这一阵子走在神面前 苦悠悔 求祈致给我的信心 如果在这堂道的过程 你觉得提升了一些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继续被提升 在这一阵子你就开心了 我愿意达出 我愿意放下 我的执着 在这一阵子我们想想 在这一阵子我们会给大家一些安静的时间 去灰果和处理执着 末尼 我愿意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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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主要多谢你 因为你简选愿弱的 你简选愿绝的 叫智慧收愧 主要你就算我们是愿弱 你可以提升我们 神你可以提升我们 耶稣你可以提升我们一起算过 神你可以提升我们的生命 耶稣可以提升我们的生命 我可以改变的 可以改变的 可以有自信心 我在耶稣里面可以有自信心 可以提升去到更高的层次 去到更高的层次 我们可以去到更高的层次 我们不要浪费一条命 我们只能换一次 我们今天只能换一次 我们今天可以选择喜乐平安 我们今天可以选择防守 多谢耶稣